那是对于俄国更加的不利了吗 因为这个州长说 当地战况极其困难紧张 乌军每日炮击 所以要申请联邦紧急状态 那可是呢 你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说 我们已经拿下库斯科州74个聚落了 所以怎么消息面看起来 都对于俄国很不利呢 但是俄国这边一方面讲说 我们已经受控制住了 而且还说调兵遣将 从别的地方有撤 各部分的军队来 所以就能够阻挡乌克兰的前进 到底怎么看这个最新的战况 最近战况是从一个战术上的变化所引起 乌克兰在哈尔科夫这边 跟俄罗斯打得很辛苦 也没有什么进展 俄罗斯摆出一个防御跟消耗的姿态 三道防线好沟了 反战车好了 跟你搞 跟你搞 那轮车司机一线也打了自己筋疲力尽的时候 怎么办呢 他就选择俄罗斯战线的最薄弱的侧翼 像这个库尔斯克 那个地方就是双方主力都不在那里 发动一个奇袭作战 就凑了几千人上万人 从那边给你弄个突破口 然后这边又新开一个口子 在这里 贝尔格罗州 贝尔格罗州州他也给你开一个口子 这两个口子开起来是新闻上很大的卖点 全世界乌克兰反攻了 有效地打入俄国的领土了 对不对 这个对乌克兰来讲是一个振奋人心的 我能够 你能到我家来 我也能到你家去 第二个欧洲你们这资源是有效的 美国你的资源是有效的 这话里面也说到一点 的确是有效 因为拜登在前这两个月里面 勤急乱投意拼命就给 那么他最近我们就 我们的台湾看这个战争 要看到一个心得 乌克兰以前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 打得很辛苦 最近大量获得了标枪飞弹 标枪飞弹干什么 打坦克车的 赤震飞弹干什么 打直升机的 这都是俄国的强项嘛 俄国的坦克车也比你多 武装直升机也多 超低空的飞机也多 赤震有了 第三个有海马斯 海马斯可以打比较远的目标 所以俄国的黑海舰队不是被牵灭了 因为你船再大 抵不过飞弹的轰击嘛 所以黑海舰队垮了 第三个 ATACM陆军战术飞弹 这个飞弹可以打得更远了 所以你看最近这个 最近这个受到威胁的这个什么州啊 贝尔格罗德州 贝尔罗德他就觉得我挨的炮 这个炮弹打绝对不是短程的 一定是长程的 换句话说乌克兰在前一阵子 白宫的紧急受援之下 拿到的武器比他开战之前的武器要好 在这边呢 开两个口子并不是决胜的因素 因为你能在这个地方新开战场 俄罗斯也能够调局援兵嘛 那这个是制造一个声势 就是说大家不是逼得我要和谈了吗 但是帅上军现在俄国在调兵 但是彭博社说 俄军无法获得足够新兵 填补前线兵力折损 因为他们现在心里面 好像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觉得说乌克兰其实打过来 打到境内了 所以就更不敢去什么 去从军当兵啊 这个是你不能这样子评估 当地的人心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这个外媒的报道不行吗 因为打仗没有哪个年轻人愿意当兵的 就是说要比较了 俄国兵他还有轮調的 就是战场打完一休息可以轮調 乌克兰惨啊 一打八个月下不来啊 那谁的兵源更困难了 乌克兰更困难 相较之下 俄罗斯有没有 当然有嘛 你不愿意台湾 你正面试试看 对不对 年轻人没有人愿意打 但是他的 我们就要看他的整体国力了 是 俄罗斯能动员的人比你多 那普丁又不是一个 民主国家的领袖 是一个独裁的 他说要动员就动员 是 好 帅将军这个刚刚其实谈到了 就是现在目前当然了 这个两边在对战这个情况 还在持续 可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来借大使 美国现在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是不是都早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说过去六到八天 每隔四五个小时都听一次简报 奇怪之前白宫不是讲 乌克兰也没有提前告知美方 他们要针对俄国的境内展开袭击行动 美国没参与 这不也是你白宫讲的吗 没参与但是又说 这拜登讲的是实话吧 第一个美国事前不知道不可能 第二个美国没有参与也不可能 两个都是不可能 这个战争打这么久 这个乌克兰军队长驱直入俄国境内 没有美国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要不然他老早就进去了 他会等到今天吗 而且拜登现在闲了 对啊 所以可是你说你要美国承认 美国绝对不会承认 对 所以我们是用判断的 我们判断的不可能 美国事先不知情 泽伦斯基有那个胆吗 他做这个事情不让老美知道 他还要不要做乌克兰总统 我问一下线上的朋友 你觉得美国早知情的加一 美国不知情加二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 那现在我觉得基本上 这场战乌克兰孤军深入 其实是个据点好了 基本上是为了拜登的选情 民主党的选情而打的 所以我觉得蛮可悲的 那其实我们很早就讲 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局 如果说俄罗斯是占的这个 胜方跟优势的话 对乌克兰也好 对这个世界也好 俄罗斯如果去劣势 俄罗斯如果情势严重的话 乌克兰就惨了 而且整个欧洲也 世界局势也会受到很大的牵连 所以我们要这样看这个问题 那可是呢 这种形势出来 对乌克兰有什么好处 没好处 对谁有好处 对拜登跟民主党的选情有好处 这是唯一的 好来来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说 国防军事的话题谈谈科技 其实说真的 科技跟国防常常要结合 但是现在在科技战 科技的发展 中国大陆急起直追 结果现在华为是直接要来挑战 黄仁勋吗 NVIDIA来蔡委员 华尔街日报这边说 华为要推出一款新的人工智慧晶片 挑战灰达 这个叫做升腾910C处理器 最近几周来都在接受测试 那么华为已经告诉潜在客户说 这一款可以跟辉达的H100笔鎂 而且计划最快10月开始 最新晶片的出货 这个消息您怎么评估 笔鎂就是我比你差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输太多叫笔鎂 的确了这一款是CP值很高 为什么 因为算力当然比NVIDIA 还差一点 可是价格差很多 它这个一个晶片 7万片20亿美元 大概等于是一片 大概将近3万块美金 大概3万块美金 NVIDIA一片就4万5 那如果要买的人觉得 哎呀我多夸1万5 可是我算力没有增加多少 而且我的收入没有增加那么多 你说其他的厂商 不管是游戏机厂商还是微信 说用了NVIDIA 它的收入就会增加那么多吗 3万块跟4万5 它要买很多片 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既买不到又可以省这么多钱 当然是买华为我干嘛去买这个NVIDIA 所以对于中国的这个使用者来讲 有的华为就非常好了 而且搞不好便宜的成本低 我未来AI的竞争力更强啊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当然中国还是需要从各地方去收集 比如有旅行团啊 每个带鱼两片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这些AI的厂商 它同时会有两套计算系统在运作 我这边是用这个NVIDIA这边用 然后它去测试说 哪一个怎么样 以后怎么来改善 哪一个跑得好 就是找一个人来练打嘛 简单讲 他们军队很喜欢蓝白对抗 一个假装解放军的蓝白对抗 要找 这个就是好处在这里 像解放军要找找看 F16V的练习的对打一样的道理 想尽办法买对方的飞机 对 是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即使咱们有的升等 还是不要停止去买 这个美国最好的晶片 但这个表示 华为作为一个晶片设计公司 它已经到了这个水平 因为NVIDIA也是晶片设计公司 不是制造公司啊 而且华为找得到人家 把它制造出来 那可能就中芯国际或其他的 中国在努力当中啊 就是美国不使这些东西 卖到中国来 中国买不到美国东西 就自己发展 这个叫做拜政国 川建国还是拜政华 对不对 而且事实上这个H100 不是那时候就是美国 要限制中国 然后就说你回答 不能卖什么高阶的 对 那就是H100可以啦 可是现在想不到说 这个就才没有多久 这个华为就已经有 就是根据外电的报道 就说华为已经有一个东西 足以比美这一款 H100的晶片 当然未来还希望更高阶啦 华为能够设计出更高阶的晶片 不过 辉达这边没有什么回应 华为这边也没有人回应啦 当然赚钱的事情干嘛要放生 就留给大家去好好想想就对了 好 可是现在这个辉达 是不是看股价可以看得出来 会不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他回答的股价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就是黄仁欣自己带头卖很多嘛 第二个他的反垄断调查在进行嘛 第三个美国政府越来越会限制 他卖给中国嘛 他的收入就会减少嘛 所以他的利空因素是非常非常的多 不过他的晶片目前还是世界最好的 可是世界最好的我未必要买啊 像iPhone15说最好的我宁可用12啊 我这样划算就可以啦 划不划就来啦 商业逻辑跟他的制造者逻辑 不一定会搭配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 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